最近,国际奥委会宣布,三对三篮球比赛被列入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。该项目将设男女共两枚金牌,男女两项将各有八支球队有资格入为奥运会正赛。这对于爱好篮球的球迷们无疑是一个好消息,因为他们又能多看一场别开生命的篮球比赛了。 三伏三的篮球比赛是比较大众化的方式,在学校操场、在小区、在体育馆,大部分人都偏向于打三伏三比赛,因为这样分队间隔的比赛节奏比较适合普通人的体力要求。 球迷们都知道,三伏三篮球比赛节奏较快,较偏向于个人进攻能力。三伏三的篮球比赛正式进入奥运会项目,美国自然是最赞成的国家,因为美国篮球人才积极。 随随便便都能点出几员大将,其他国家的球员们颤抖了吗?那么,球迷们好奇的是,美国究竟会派出怎样的篮球三人组呢? 一,纯射手型三人组。试想一下,美国队将派出库里加汤普森加格林的死亡三小阵容。 由水花兄弟负责投射,格林负责防守。估计对方防守的人要跟到三分线外去了。 要知道库里的三分能力,那是无解的。分分钟就能让比赛失去悬念。 二,纯进攻型三人组。雷霆三少在聚首。美国队派出杜兰特加威少加哈登的恐怖阵容。 突破,突破,再突破。估计比赛会在少生中度过。紧接着是六贩满后的罚球。 三,均衡型三人组。这么重要的戏份,怎么能少了现役联盟第一人勒布朗·詹姆斯。詹姆斯加欧文加勒服的完美组合。 勒布朗负责组织,欧文负责进攻,岳服负责篮板。骑士的三巨头,简直是其他国家球队的噩梦。 当然,现在距离,2020年东京奥运会还有三年时间,美国队到时候还会有新的青年才剧冒出。 他们会派出什么样的组合出战?我们不得而知。静观其变,随时应战吧。